唐代诸多节俗中,气氛最热烈的药术元宵节,这是一个全民喜庆的佳节,可与西方某些国家的狂欢节相提并论。 唐代诗人描写元宵花灯夜景的精彩诗篇很多,如《卢兆林》、崔之贤、韩仲轩、高锦、崔叶、苏卫道、郭立真、白居易、袁不约、李商隐等等。 都留下了美妙的诗句,其中,像《卢兆林》十五夜关灯、苏卫道、正月十五夜等句, 确实把元宵之夜万人空向、闪灯游玩和金无驰劲、城门大开的快乐气氛淋漓,静致地表达了出来。 人们在元宵关灯时,往往大破了身份界限。 那些偏规理教在狂欢的气氛面前,显得苍白无力。 人们了句,凝固,男扮女装。 戴假面具,表演杂技,尊卑不分。 男女不必,内外共观。 尽情欢愉。 这样的风俗,容不得风流放荡。 似乎既不对呀,又耗费钱财太多。 肃行节俭的隋文帝看不惯铺张浪费。 得了或奏文后慎表同意。 即下赵进段元宵节闹花灯耍百戏。 但一指赵文并不能进段千年习俗。 隋文帝死后继位的隋场帝,依反乃父所为。 不但恢复了元宵闹花灯耍百戏。 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中,多次微浮网关之。 把元宵闹花灯耍百戏的狂欢节推向高潮。 每年正月万国来潮。 隋阳帝都下令将使者留至十五日。 于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大闹元宵。 在隋阳帝长居的东都洛阳。 于端门外建国门内,方圆巴黎范围内列戏场。 入夜时踩灯齐人。 如群星灿烂。 经过精心排练的各种大小杂技一起上场。 百官在路旁搭起帐篷。 从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天亮。 通宵达旦观看。 杂技艺人全部穿着太长配置的锦绣衣上。 各五艺人则大多穿着妇女的衣裳。 已是滑稽。 各类化了妆的演员,达三万余人。 为了配齐这些演员的道具。 隋阳帝下令各经照,和南民互制作。 长安、洛阳两京官府仓库中的司警为此而用尽一空。 大业六年。 隋朝达于全胜。 四方诸宜来朝大县方物。 隋阳帝高兴万分。 于正月十五射角抵大戏大闹元宵。 天下奇迹意义必及。 百戏大会场面空前浩大。 东都洛阳由阳帝之子齐王阳建总办。 京师长安由官德王阳雄总办。 在两京同时举行。 返海内外所有的奇迹乐舞。 无不耸脆。 服装道具。 皆用朱翠金银。 角罗绸缎。 各种戏乐鼓玩。 琳琅满目。 举办经费花了举亿万。 夜深之时。 百戏表演达高潮。 金石鲍格之声。 闻数十里外。 残闲于宴馆以上。 一万八千人。 大猎巨火。 光烛天地。 百戏之盛。 镇骨无比。 这种狂欢节场面一直延续到月底。 中月而罢。 自后每年都照此大规模举办。 是正月十五闹元宵,成为最盛大的狂欢喜庆节日。 隋阳帝不惜耗费巨资,以国家财力举办元宵灯会。 穷及十米。 其目的不仅在于追求享乐。 还有威加四海。 夸誓四仪的用意。 他以举国歌舞的元宵灯会夸富于敌仪。 最后竟负其高强之资。 私承无厌之欲。 三度凉水争讨高剧力。 致使离树愤愿。 天下土崩。 死后一约阳。 按一法,好内远礼约场。 去礼远仲约场。 逆天虐民约场。 以恶意盖观定论。 后代对隋阳帝的奢侈的批评是极严厉的。 到唐朝。 像隋阳帝那样, 穷国家财力举办灯会耍杂技败戏。 虽被视为亡国之政。 但并没有尽断民间节日歌舞风俗。 唐高祖李渊武德, 元年五月, 及皇帝位。 派常官员就一届民间群诺以冲击一。 准备端午节于长安玄武关系。 时有万年宪法曹孙福嘎上书建约, 百戏反乐。 本非正生。 有随之末。 大剑重用。 此未扶风。 不可不改。 得到唐高祖的采纳。 百戏反乐虽暂时被禁断。 但元宵官民同乐闹花灯, 仍照常进行。 旧演义小说说唐三传第七十二回, 又有薛刚大闹花灯的故事。 说的是武则天当正时一个元宵之夜。 天子下旨, 大放花灯。 与民同乐。 朝中大小衙门聚端正花灯, 外省邢台节度聚送明灯。 有人望在相府送了凤凰灯。 挂于楼上, 台匾提四个金字, 天朝一凤。 旁边一对金字对联, 凤事战单山。 天下咸心照, 为女皇歌功颂得。 结果被薛刚大闹了一场。 故事虽属虚构, 但反映了民间习俗。 唐中宗、唐瑞宗当皇帝时, 又出现了万人空向赏灯玩笑的元香狂欢场面。 据时载, 景龙四年正月, 丙吟上元夜。 唐中宗与皇后微行关灯, 并放出宫女数千关灯赏月。 不少幽闭经年的宫女, 趁机会计唐逆民间, 逃之夭夭。 第二天晚上, 中宗又微行关灯。 先天二年, 上元节夜, 已退位的太上皇唐瑞宗, 欲安扶门关灯, 又放出宫女与民众连妹踏歌。 纵百聊关灯, 一夜方罢。 后两夜, 唐瑞宗亦游未尽已在关灯。 时宫女数千人一裸起, 叶锦绣, 要朱翠, 吃香粉。 同时还挑选长安, 万年两千少女, 少妇, 满至十碧, 妓女千余人。 每个人的穿戴打扮, 就要花三百贯至万钱不等。 太上皇让他们于灯轮下踏歌, 欢乐至极。 三日方罢, 唐朝不仅经诗长安元萧花灯场景非凡。 东都洛阳及全国各地, 也都官民同乐, 上旷空前。 太平广记, 卷二十六, 尹及一记, 即先转十仪, 借开人出唐玄宗于东都上阳宫观赏工匠毛, 顺心精心制作的大型彩灯。 灯为龙凤离报藤志之状, 似非人力, 随从的道士业法善奏约, 灯影之圣, 故无比以, 闲西梁州今夕之灯, 意亚于此。 据称, 当日鞭辟之地的梁州, 嫉妒灯影, 连更数十里, 车马娇文, 侍女氛围, 果然壮观。 牛僧如玄怪鹿, 树开元十八年正月阳周元宵花灯之夜的情景有云, 灯竹华丽, 百戏陈舍, 侍女征言, 粉黛香染, 也同样辉煌, 安始之乱后的唐代后期, 社会衰败, 捐继凋敝, 翻证歌剧, 虽然人们的日常生活艰难困苦, 但元宵花灯照样在闹, 中唐元不约长安夜游, 及张宵远观灯诗都有生动的反应。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尹, 正月十五夜文经诗有灯恨不得观, 诗中既描绘了经诗长安花灯满街的元宵盛况, 也描述了乡间元宵迎赛子孤神的仪式, 可见上元节通宵花灯会的民间习俗中唐知识言而未感。 参考文献, 全唐诗中华书局, 1960年, 唐大赵定集, 上海学龄出版社, 1992年, 唐诗记是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年,